婷婷姐 你说你让我出来跟你说话 我这急的衣服都没换 换什么呀 穿这个还挺好看的 有没有听说 那个王婶的儿媳妇 天天往那个大帅家里面跑 而且每次去 颠着大把小包 吃的喝的都有 是吗 真有这样的事 我可听说 这大帅可是个光棍 他怎么往他家跑啊 谁知道呀 这种事 说不清楚 而且王婶他儿子又不在家 是吗 他儿子不在家 这还去找他 你说他们俩之间会不会 这可真够丢人的呀 谁说不是呢 来吧 小梅 你们在这儿玩呢 是啊 你这是去哪儿呀 你这儿编的什么东西呀 我在呀 就上街随便买了点东西 买的东西呀 那你们说话 我先走了啊 好好好 看见没有 这个方向就是去大帅家的 是啊 是啊 这一次真是眼见为实了 咱俩肯定有事 你说王婶 看上这样的儿媳妇 真是家门不幸啊 谁说不是呢 走走走 咱们别多管闲事了 妈 我回来了 你干啥去了 我出去办了点事 办事 嗯 哎 小梅 我咋发现你这段时间 老是不在家呀 妈 哪有呀 我这不是天天都回来吗 我知道 妈也没说啥 我就是发现 你天天都不在家 就是问问 哦 我有个闺蜜啊 找我有事 我去给她帮忙去了 妈 你还有事吗 没什么事 我都进屋休息了 行行 那你去吧 我坐会儿牌叫你啊 行 哎 是不是我想多了 哎 你到饭点了 我上地里啊 泡点菜去 呦 王婶 干什么去啊 哦 南南呀 我呀 去地里 弄点菜 这不是该做饭了吗 你干啥去啊 哦 我没事 婶 你刚才说你做饭 这你儿媳妇小梅 她不做吗 哦 她呀 整天带孩子 挺累的 也忙了一天 我做 她 确实挺累的 我估计啊 你这个饭都不用做了 她肯定在外面吃饱了 南南 你这什么意思啊 是 我说的 你还不明白吗 你都不知道吗 南南 你说的什么呀 我听不懂 有啥事 你直说呗 是 我还是不跟你说了 我先走了 哎 南南 不行 你今天啊 必须把话给我说就咯 那我就说了 这段时间啊 小梅天天去大帅家 他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你也知道 这大帅啊 是咱们村的万年老光柜 南南 你瞎说什么呢 这饭可以多吃 这话呀 不能多说 我告诉你 我儿媳妇好着呢 王老师 这又不是我说的 你打听打听 咱村谁不知道啊 行了南南 你那嘴巴呀 别跟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这事呀 没那事 我跟你说 别瞎说疑惑啊 再瞎说 我不愿意 去 你能堵住我的嘴 不说 你能堵住其他人的嘴啊 那婷婷啊 谁啊 都知道 你有本事 堵人家的嘴去啊 南南 你 真是好心 当做刘班费 去 行 等一下 我一找婷婷 她也没说呀 我没撕上她的嘴 你 妈 我有事出去了 嗯 你又要出去 你干啥去呀 嗯 这不是前几天跟你说过吗 我闺蜜啊 又找我帮忙呢 嗯 那行 你去吧 哦 我倒要看看 你干什么去 怎么 不是去闺蜜家帮忙吗 怎么还没去了东西了 不行 肯定有事 小梅 你果然上大帅家去了 这邻居说的 真的没错 我这楼脸 往哪放啊 今天 我非要宣传你们 不行 我儿子 那可怎么办呀 我儿子 还有面子呢 我不能这样做 大帅 你怎么要了呀 好多了 小梅啊 这一段时间 真是辛苦你了 你这说了什么话 这些啊 都是我应该做的 对了 我今天啊 给你买了点牛肉 你吃点补补身体 小梅 那你破肺了 这样吧 以后啊 你就别来了 你看我的腿啊 马上就好了 我自己啊 能照顾自己 我怎么能不来呢 你这腿 不是还没好的吗 我不来 谁照顾你啊 小梅 我知道你的心意 可是你也知道 我是一个光棍儿 这要是为别人知道 这别人啊 会说闲话的 我不能连累你 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 反正我们两个之间 清清白白 小梅 别人说了 我呀出去办个事 等一会儿再回来看 行 大睡 神儿 你怎么来了 大睡 大睡 咱哥是一个村子 是我 从小看着你长大的 不管怎么说 咱可不能做出 对不起我们家最近的事啊 神儿 你这说的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懂啊 行了大睡 你别再给我装了 以后呀 别叫我儿子媳妇 再过来的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神儿 你误会了 我和小梅啊 没什么 神儿 我也不听你瞎说 我告诉你 你说没什么 这一个村里都穿变了 以后再让小梅上这来 别怪我对你 不客气 神儿 神儿 小梅 小梅 妈 这怎么了 怎么了 小梅 你跟妈说实吧 到底跟大帅 你们是怎么回事 妈 你这什么意思呀 什么大帅呀 小梅 你还不装糊涂 你别以为 我儿子不在家 可我老太婆 眼睛不瞎 妈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小梅 你还不过说实话 是不是 那行 我就直说 你不是说 你上闺蜜家去了吗 你为什么 上大帅家去去了 妈 你怎么知道 你跟踪我 你怎么能这样呢 还我跟踪你 小梅 你 你咋能做出这样的事呀 你知道 我们家小军 在外面打工 辛辛苦苦的 你怎么 做出对不起他的事呢 我们家 在这村 还有臭有脸的 你今天做出这样的事 我这楼脸 都给你丢进来 小梅 你陪陪了解 想想 我对你怎么样 我儿子 对你怎么样 妈 你听我解释 你误会了 这事情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不是那样是咋样呀 咱全村人 都看遍了 我亲眼都看见了 妈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你记不记得 有一次 你不在家 这你孙子呀 差点出车祸 是大帅 救了他 他为了救小宝呀 自己的腿受伤了 现在 行动不方便 所以 我才去照顾他的 小梅 你说这话 谁相信呀 妈 你要是不相信 可以给小军打电话呀 这是他知道的 行 小梅 这可是你说的 打就打 这年一会儿没认识 他们怎么收拾你 喂 儿子 喂 妈 怎么了 妈喂你 大帅的腿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哦 妈 我知道 他当初晚回来的小宝 被车子撞倒了 哦 真有这回事呀 对呀 妈 你怎么会这回事 哦 没啥事 你上班吧 好好 不挂了啊 二媳妇 是妈不好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跟妈说呀 妈 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和小军啊 都商量好了 这不告诉你呀 就是怕你担心 真的是这儿啊 二媳妇 对不起 是妈 错怪你了 妈 没事 也怪我 没跟你说清楚 行了 行了 二媳妇 咱呀 啥都别说了 以后呀 照顾大帅 有妈呢 妈可以 帮你去照顾他 行 那妈 就辛苦你了 哎呀 二媳妇 辛苦啥呀 是大帅 就是我的大心思 咱改天这样 也难不及呀